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欢迎收睇五间总结,我是林史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内地股市中央收市的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中央收市发力 上市中央指数,中央收市升26点上来 升幅0.8%,中央收到3307点 深淨成分指数,半日升大2.1% 中央收报10661点,升219点 湖深300指数,都升超过1% 中央收报3970点,升41点上来 创业板指数,更加升超过3% 中央收报2250点,升75点上来 看港股,A股有发达法力 恒指暂时来说,都升幅扩大 恒指升212点,20702点 国企指数,升69点,7428点 不过,成交不算太配合 暂时都是881亿多,比昨天少了 这节看一看几只股份 先看泡泡马特,今日的焦点股份之一 两个股东以大中加益的方式 以每股71.98,卖出公司的股份 比上一天的收市价,折扬大约是半成 近日,Portmark公布了上季的业绩 业绩之后,看到昨日的股价 升到三年半的高位 以昨日的收市价计,年初至今 这只股票升了超过2.8倍 不知道是不是升得多 所以股东开始买出股票套现 Bloomberg之前也报过 Portmark最大的两个股东 配售普普马特2170万股的股份 套现大约是15亿左右 据数据显示,这两间公司分别持有 Portmark四成二和大约半成的股份 两间公司有6个月禁售期 配售代理是Monstani 看到Portmark今天的股价表现 比配售价更差 暂时跌大8% 69.3%左右 最低落到68.7% 大家也要留意成交状况 Portmark的成交暂时有32亿多 看到成交有急增 然后看看半真股 昨天上市的地平 昨天股价都非常刺激 第一天上市先急升3.7%左右 最高上5.5% 之后急回 亦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今天更加要跌大2.6% 最新价3.99% 最低落到3.6% 看到招股价是3.99% 今天暂时来说 去招股价水平 如果3.6%走货 更加要输钱 这一款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了一些自动駕駛系统 今天暂时来说 都是在这些水平 大家如果持有货 IPO持有货 都要想一想如何处置 最后看了一款1380 中国金石 昨天也非常大波动 最高抽过7倍上来 收市的升幅已经大为收窄 但今天可以叫做再升 最高上过3.7500 现在又下回2.6500 最新升大约2成上来 成交额大约7800多万 昨天成交非常大 大家要留意中国金石 亦是今日的二动股之一 这次也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市价230点 成交还未过900亿 还有分多钟中收市 今天成交额应该比浅油为低 大家要留意成交状况 这次和大家聊到这里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